因为我很久没有拍 横屏的妆胶了 很多老粉都嫌视频有点短 这个妆片我特别喜欢 连花了大概五天 而且重点是有点多的 所以这条视频其实是回馈老粉的 现在新平台那种玩波滤机智 搞得我有点无奈 如果你觉得不够高清的话 是因为我之前拍的都是4K 现在拍的是1080P 用手摸一遍脸 没有那种黏糊糊的感觉 就OK 先把眉毛里的鱼粉全部扫干净 这一步非常重要 今天眉毛是一个本期大重点 毛流感要非常的重 要用睫毛膏打底 睫毛膏打底的话分两种 一种是爱杜莎的 一种是小小厅的 最稳的两款 今天一定要用小小厅的这个 因为爱杜莎这个呢 比较注重让毛变得厚重 存在感变强变粗 然后小小厅这款呢 会让你的毛变多变长 变得毛肉绒的 但是它又不会特别粗 所以就很适合 有点偏野生的眉毛感 唇油开始起作用 我的死皮开始抽下来了 看到吗 就变成这样 有点恶心 我觉得很爽 从眉头开始刷起 这样腻过来刷 按照毛的方向这样去刷 靠这个把眉峰给弄出来 这一步刷得越好 或许填毛流就越省力一点 汇聚到这里之后 再往下勾一点 你看这两只的一个区别 这会让眉毛和眼睛之间的距离 也会变大 就不会有眉压眼的一个情况 这样缺块的地方 轻轻地带两下 让它浓密下来 会比你画出来的 自然非常多 好像刷完的一个效果 先把修容修了 鼻头的上面这个8很重要 跟我一样 中挺偏长的8V8 到这就可以了 眉头底下要画出来 这波一画之后 你就知道眉头到底缺在哪里 很明显 我这只眉头底下的毛少了几根 眉基底底下的这个双丝衣 会显得山根很挺 乘风一上一点点的位置 画一个小海鸥 鼻小柱中间 这个地方要画下来 两者之间一定要有空隙 这样才不会看着去像孙悟空 手指这样轻拍 换一把干净的鼻影刷 去把它这样 往前推 不要往后推 这样鼻梁才能细 这个8中间这里扫一下 然后再拿这个白色的 去修一下这个边 面中去哪里有凹陷的 这就补掉它 现在眉头缺块的地方 就非常明显了 上几根高打底之后 眉毛会变得更黑 就一定要有黑色的种砍刀笔 笔笔直立起来 它画出来还是刀锋状 画上甲毛流 下笔一定要轻 很明显这里缺了一根 画眉毛的重点两个 一定要一起画 而且是靠近毛多的那一只去画 下面的眉毛 像上这样画 让其实笔的地方 变成一条平的 眉毛下底缘的走势 差不多也是这样 画几根出来 不要拉太长啊 太长就不好看 先把这边画掉 两头一起锦修 握毛笔一样握 靠你顺势这样拉出去 它这个毛就会拉得很直 Anastasia的这个 类似于眉毛遮瑕笔 拿来改眉毛巨好用 不怎么用晕开的 再两边去晶条一下 向上画毛流 向下再画一笔 让它变成一个交叉 这样颜色一下就浓了 圆的眉尾 跟这种有眉峰的眉尾 都OK的 想要眉峰的话 你看这两个尖角 稍微画两笔就好了 就轻轻的这么一点点毛 就会有很大的改变 这个就是眉毛最好玩的地方 眼影方面的话 我推荐两盘 我觉得的话 这个妆特别好看的 一个是TF的28号色 在视频里应该看到 我画好几个妆了 是这样子的暖橘调 气质妆面 它都可以驾驭 MFK香水那条 我就是用的这一盘 但是我私下觉得 这一盘也很好看 就是绝版了 TF的差异 这个是我高价收的水泥盘 这个出来呢 就更浓郁 从眼尾开始 往前带 只带双眼皮 褶皱部分 眼睛一下就收进去了 我们亚洲人最肿的 其实是这里 把这块往眉帽上面带 底缘也得带到 暈染自然就好了 眉骨的这一块是亮的 眼头这一块是亮的 双眼皮褶皱和这一块是暗的 看得出来这两只的区别吧 然后这个妆面很重要的 就是眼下卧蚕 把眼睛眯起来啊 这样刷子刷到的会比较精准 剩下的刷子上鱼粉带 重点带这根卧蚕线勾的地方 小一点的刷子 卧蚕其实马上就有了 这颜色我觉得好好看 好影下目 接着这颗 瞳孔外侧这边 晕到瞳孔中心的地方 只要刷双眼皮褶皱 后半段的位置 往外拖一点 睫毛根部这个地方 下眼尾 这样深浅 层次一下又出来了 用这颗颜色 扑扑扑扑扑的 眼中央可以往上带一点点 别影跟眼头 再加这根白的 就会有一种深邃感 同样的这颗 去过一遍卧蚕 看一下这脸 自己去别 这眼线要画平直的 教大家一种方法 闭眼把这条线给拉直 睁眼的时候 它就是一条细细直直直的眼线 上半部分要睁眼 把它画画流畅 从眼尾到颧骨 这块留白比较多 你就拉长一点 留白比较少 你就短一点 夹睫毛 不会发明的一种 很好用的方法 像下看 睫毛夹到有个斜度 铁片往后一倒 它就可以把睫毛拳顶出来 顶一下 再这样转一下 眼尾的毛拳 进去了之后 手要这样平抬 抬完之后 再这样边夹边转 眼尾睫毛会被你转上来 然后再这么正常再夹一下 是不是眼尾这个地方 全部夹到了 今天展示 好像又有点过猛了 这睫毛这个点 这分到我眼皮了 我举斗的眼线液比黑色的 这个很好用 它的头绝 趁没刷睫毛高的时候 眼尾比较好补 因为把它拉尖一点 拉深一点就好 因为眉毛很绒 所以我的睫毛也要让它很绒 要很多很密 我这边的睫毛会少了几根 那举斗的零四好了 把这种地方补一下 刷睫毛的时候 然后烫睫毛器开始越热 02号 那第一个颜色 加深卧蚕的前段和后段 一定要先打腮红再打修容 这样颜色不会脏 最靠后的地方最深 然后慢慢的向前带 V210焦女 偏橘或者偏裸的都可以 刚查了一下SD卡有点问题 腮红用的是这一块 因为整体的眼影色调 它是属于暖色系的 蜜桃色的最为保险一点 中庭比较长一点 脸颊还有点凹陷 颧骨有点突出的这种脸性 笑起来之后 把腮红打在苹果肌的外侧 从外往里面扫 是这样一个放射妆 眉峰向上的这片往外都要涂到 要留白的区域是眉骨的这块 眼尾这一块C字区 这样整体就是往内收的感觉 接着再在后半段扫修容 跟腮红过度 从浅至深的感觉就好了